地板油门和悬吊油门 一个舒适度好一点 一个更容易做出高端技巧 并不存在说一定谁比谁好 谁一定比谁贵 用了什么东西 就一定是偷控减量这种说法 那地板油门呢 有人也把它叫做风琴油门 真的和小时候音乐课上 老师用的风琴 脚上踩的那个踏板很像的 它就设置在地板上 悬吊油门呢 就好像是一只倒吊着的羽毛球拍 和刹车离合器踏板是一样的 从顶上这么倒挂下来的 那么地板油门的面积呢 普遍比悬吊油门是更大的 这样的设计呢 可以让脚踩在上面的 受力面积更大 对脚底的压迫就小 这个道理初衷学过的 面积越大 相同的压力 压强就越小 那么在需要长时间 踩踏油门踏板的时候 你比如说像高速跑长途 地板油门相对就更有优势了 可以给整个脚掌一个支撑 不容易酸痛 疲劳 平底鞋穿起来 就是比只有前脚掌 着地的高跟鞋要舒服的 一样的道理 那么车上杂物比较多 或者喜欢对车子内饰进行点 小改装的朋友来说呢 地板油门在安全性上 也比悬吊油门更好一点点 地板油门直接设置在地板上 就算有矿泉水平之类的杂物 在地板上什么滚来滚去的 也很难滚到油门后面 去抢住这个油门 如果在车内铺什么新的脚垫 地毯 也是要绕过 掌在这个地板上的油门的 那不至于铺到这个油门后面去 导致油门踩不到底 这就好比如果河床上面 长了根石柱 河水流下来的时候都会绕过石柱 一样的道理 那么再来讲讲悬吊油门 有什么特点 悬吊油门虽然长时间你这么踩 有可能是比较累的 底下是空的 而且很容易被其杂物给卡住 但同样它有地板油门比不上的优势 就和办理有的同学语文厉害 有的同学数学厉害一样 由于这个倒吊的这个布置方式 悬吊油门的这个旋转轴 它就是位于顶部的 这样的这种设计 它是有利于完成手动挡 驾驶技巧从比较高端的根子动作的 也就是说在减速降挡的同时 用右脚脚尖踩刹车 同时用脚后跟轻点油门补油的 这么一个技术 这个动作是很多赛车比赛里面 不可缺少的技术 就算是日常驾车 有些朋友喜欢玩的 也可以通过这个 让车子降挡跟平顺 延长离合器的寿命 由于做根子动作的时候 你踩踏的一般是油门的下半部分 如果说是悬吊油门的话 踩在下半部分 它相对离顶部的旋转轴就远 力壁就更长 所以花的力气也会更小一点 如果说是地板油门的话 就相当于是踩在旋轴轴的附近 这个力壁短 你就更重 要花更大的力气 拿扳手领螺帽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在扳手的这个尾巴上 在那边翘是不是很轻松 你这个扳手头上去炫 你是不是和用手楦螺丝一样累 就是这个道理 那除此之外 一些高级轿车上 它是有踏板位置调节功能的 它也是更容易通过 悬吊油门来实现的 只需要一组调节机构 就可以调节油门 刹车 离合器 踏板 可以方便不同体型 不同习惯的驾驶员 找到适合自己的踏板位置 你如果是地板油门 你这个刹车离合踏板 布置方式是不一样的 你重新布置一组 专门调节油门的调节机构 相对来说就是要麻烦一点了 你就好像两株荷花 长在同一根莲藕上 那移植起来 就比两株长在两个不同的莲藕上面的荷花 要方便得多 你挖一次就够了嘛 对吧 那网上有朋友说了 这旋调油门是这个厂家脱工减量 你看便宜车都在用这个东西 旋调油门这个力度脚感 其实很差的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地板油门才是德国货 美国货 高级货 豪华车 你看都这样 其实并不是这么个说法 首先我们说成本 成本角度来说 旋调油门和地板油门真的没相差多少 那现在的这个车子都有很多模式的 什么运动 经济 什么什么 还有什么定速巡航 为了配合这些东西 这电子油门已经取代了 这些传统的这种拉线油门了 这种油门踏板 或者说我们现在新的油门踏板 你不管是下面踩的 还是上面吊着的 它都不是后面连的一根真实的线 和节气面连在一起 这么在拉的 而是说我们打游戏机的那种 按钮道理是一样的 你油门踩下去之后 它只是根据你的角度 传递了一个电信号 传递给电脑的ECU ECU在根据驾驶模式程序 来控制节气门的这个开闭了 遥控器 游戏机按钮 都是这个道理 并不是说真的有根电线 在控制电视机坏台 你拉一下变2号台 拉一下变3号台 那笑死人了 所以说一个油门踏板总成 绝大多数的成本 都集中在油门传感器上 不是那块你脚踩得到的东西 高级的油门传感器价格甚至能达到几百到上千块钱一个 你橡胶或者金属制的踏板在这个成本里面 反而是微不足道了 你就好说一台电脑主机 真正值钱的肯定是里面那种芯片组CPU是吧 你在究竟外面这个铁箱有多厚 当然会有影响 但它其实不相差多少钱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地板油门它比悬吊油门成本高 更高级这种说法 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举例 同样是大众集团的车子 十几万的速腾用地板油门 几百万的兵力用悬吊油门 怎么解释呢 是吧 还有的朋友说呢 这个悬吊油门的这个轻重脚感 它是不如地板油门舒服的 这悬吊油门这个控制起来 没有地板油门这么细腻 其实也未必 因为这个油门踩下去 车子响应快不快 能不能做到踩多少油 就给多少动力 这个是ECU的锅 和出厂之前 工程师给这个车子的编的程序 是有关系的 你不能单纯的去怪这个油门踏板的 油门本身是很无辜的 它就是个发信号的小兵 人家炮弹打过来了 那这个将军ECU 他收到这个消息是撤退 还是往前冲 还是你让我再想两秒钟 其实不是这个油门踏板 这个小兵能决定的 那么油门脚感它的轻重 和油门布置的形式 也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倒是和里面的这个回味弹簧的质量好坏 调校风格是有关系的 你就好像说这个酒好不好喝 你不能从装酒的这个杯子来判断 就算是最好看的这个金的这种杯子 你装的劣质的这种勾兑酒 也不会好喝到哪里去 那么其实车子的这几个踏板的布置 工程师肯定是考虑过人机工程学的 厂家们也有各自自己的标准 国家也有类似什么轿车脚踏板的 什么侧向间距 汽车踏板装置性能要求 及台价试验方法等等标准的 不管是悬吊油门还是地板油门 它肯定都是能满足这场需求的 并且是尽量避免造成 我们开车的时候操作失误的 那么从结论来讲的话 它真的还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件事情 你十几万的速腾是地油门 几百万的兵力是空油门悬吊油门放在那边的 你也不能说谁贵谁好 反过来的贵的用地板油门的也有 那今天讲主要的是避免误区 你比如说一定谁贵 或者说这个踩的舒不舒服 或者速度快不快 它倒是未必只是我们那个小小的踏板 它是整了一套系统工程和设计师当初的那个意图 来决定这个事情的 那如果从安全和操作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它基本上都是可以满足日常的需求的 也是符合国家的规范的 说到油门嘛 那看投奔自地里面飘移的时候 全部都是油门刹车一起踩的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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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转的 那平时开车的时候 油门刹车一起踩会发生什么情况 前驱 后驱 四驱 油门刹车一起踩会有什么不同 各位朋友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判断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自己的说法 那我这里呢也做了一个实测小视频 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 刹车油门一起踩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觉得我今天这个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呢 请点赞支持一下转发给你的朋友 不要忘记点屏幕中间的按钮 订阅我的频道 每天都能受到汽车小知识或者是试用趣闻 备胎坐车等你一起来玩